警方埋伏手後逮捕冷血犯嫌 用鋁棒重擊頭部 甚至用水管勒弊老婦人 只為了6萬元謀財害命 其實西濱公路南下15.5公里处 沿岸草地 昨天的話應該是去割一些草 要為家裡的牲畜之類的 然後才發現這一個點 發現這一個事件 民眾割草金劍女師 讓案件曝光 老婦人失蹤前的最後身影 原本可以安享老年生活 卻遭殺害棄屍 百徒棄屍時 車一停便下車行動 三分鐘後離開 原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卻全被監視器給拍了下來 18號上午61年 賜水星飯嫌到租車位的車庫 找地主過來老婦攀談 趁老婦人轉身背對之際 砸頭勒臂 還把屍體藏在後車廂 更天凌晨前往西濱公路棄屍 一直到20號上午 女師被人發現 但巧的是 有來詢問我們說 我們在地的土地公的店在哪裡 然後有準備了香 一些餅乾糖果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趕快去做 這個拜拜的動作 那也許冥冥之中 於是就來到了這間土地公廟 他當時來到這邊 就朝裡頭拜了拜 並且是告訴神明說 廈區附近發生一起 這個重大的殺人氣勢案件 希望可以借助神明的力量 讓案情早日的水落石出 沒想到還真的迅速破案 歹徒跪地痛哭 警方12小時 偵破殺人氣勢案件 整起案件似乎冥冥之中 早已註定犯險難逃法網 紀而新北市綜合報導